嗨,大家好,我是娜娜匠,今天给大家讲一部对死亡真正解读的电影《寻梦环游记》 12岁的米格出生在一个鞋匠世家,他从小就有一个音乐梦,可是家里的人却十分讨厌音乐 于是他开启了一次神奇的旅行,米格的曾曾祖父因喜欢音乐离开了这个家 于是一家人就靠曾曾祖母支撑着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曾曾祖母开始教一家子人做鞋 米格的太奶奶可可,因年纪的增长,气性也不太好了,经常认不清人 而他非常地爱米格,但是不喜欢米格玩音乐 米格的偶像是歌神,是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 米格希望自己也可以像歌神一样,完成自己的音乐梦想 于是偶然间,米格发现了曾曾爷爷照片里隐藏的一把吉他 这把吉他和歌神的吉他是一样的 原来米格的曾曾爷爷就是歌神 米格很想在王林节上表演才艺 可是借不到吉他 于是他想到了歌神纪念馆里有吉他 米格认为那是自己的曾曾爷爷 借下吉他应该也没有关系 于是米格偷偷来到了纪念馆 拿起吉他就弹了一下 结果米格来到了王林的世界 在这里他看到了自己已经死去的家人 在王林节里,这被人供奉的王林才可以回到家人身边看他们一眼 如果没有人气的就不能回去 米格想回到人类世界的话 就必须在日出前得到家人的祝福才能回去 否则就只能待在这个王林城里了 条件是永远不能结束音乐 米格成功回到了人类世界后 还是想继续追逐自己的音乐梦 于是米格又一次回到了王林城 这一次没有任何一个家人给米格祝福 于是米格就自己去找曾曾祖父 途中米格遇到了一个王林刘拉汉 刘拉汉生前是一名乐手 而他的家人没有供奉他的照片 所以他不能回去看家人们 于是他和米格做着交易 自己带他去找歌神 而米格回到人类世界后 要供奉自己的照片 王林用鞋油把米格伪装成王林的样子 王林带着米格来到歌神的演唱会 歌神在王林城依然是万众瞩目的 如果想见到歌神 就必须在音乐大赛中获得第一名 这位第一名才可以被邀请去歌神的演唱会 于是米格参加了音乐大赛 他表演的节目很精彩 这时米格的家人找来了 怕被发现的米格和刘拉汉马上离开了现场 刘拉汉觉得米格应该回到亲人身边 而米格现在只想找到曾曾祖父 于是他和刘拉汉不欢而散 米格还是不能进到歌神演唱会的现场 这时米格遇到了音乐大赛的第一名 他们喜欢米格的表演 所以把米格带到了现场 为了吸引歌神的注意 米格现场表演起了歌曲 米格告诉歌神自己的身份 歌神很高兴自己的曾曾孙子 有着和他一样的音乐天赋 见到曾曾祖父自然是很高兴 但是米格留在王林城的时间不多了 他想曾曾祖父尽快给自己祝福 可歌神一直推脱 这时刘拉汉来到了这里 原来刘拉汉曾和歌神是音乐搭档 而刘拉汉选择退出组合 把时间留给家人 就在两人喝完分别酒后 刘拉汉就被堵死了 歌神剽窃了刘拉汉所有的作品 变成了自己的音乐 因此他成了家喻户晓的歌神 此时米格也知道了 刘拉汉才是自己的曾曾祖父 这时候曾曾祖母来到了这里 把刘拉汉和米格救了出来 曾曾祖父解释了之前发生的一切 一家人终于兵事前嫌 曾曾祖母在演唱会上 将歌神的恶行公布于众 王林们不再崇拜歌神 日出的时间越来越近 而王林的照片也被弄丢了 刘拉汉即将就要消失了 他将祝福送给了米格 米格成功回到了家里 因为太奶奶快要忘记曾曾祖父了 于是米格唱起了曾曾祖父写给太奶奶的歌 唤醒了太奶奶的记忆 原来那照片缺失的一角 太奶奶一直深藏着 随后曾曾祖父的照片被放回了原位 惊人的记忆是王林持续的神力 而供奉照片是王林回家的通道 一个人正在死去 不是你的灵魂离开人世 而是世上没有任何人记得你 只有忘记才是真正的永别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奶奶都会在二全的世界里 每天为你守候 好 好